你们俩在一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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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别胡说八道 没有的事 什么都没有 那你为什么扔人家袜子 掩盖醉症啊 这就是昨天就他在这儿 我们俩一起睡的一觉嘛 都睡了 你发展也太快了 不是 是昨天我们俩都喝多了 他把我扶回来 我们俩就一起睡了 没 没睡 没人 胖姐 我们俩今天早上起床 都穿着衣服呢 小胖 你别笑啊 你 你笑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们呀 不相信啊 相信 就是 你说这我们家 都非常亲切的 不跟你说了 你给他 你赶紧扔了吧 看你就反了 你吧 他自己还准备了 一开来 你 你 妈 妈 妈 那个 我这两天正好有空 我想把袁一接回去住两天 行啊 行 小飞啊 你看 顾山也走了这么多年了 遇上合适的 你就再找一个吧 毕竟还年轻呢 再说了 这袁一啊 也需要有一个妈妈关心 照顾她 妈 您看我最近工作也挺忙的 哪儿有时间顾这个 您就别替我们担心了 说得轻巧 天下父母 哪儿有不为儿女的事情操心的 就是那句话 遇上合适的就找一个 但是你要记住我的话 一定要找一个成熟稳重的 太年轻了不行 我怕她撑不起这个家 再有呢 对孩子 也未必有那么好的耐心 那妈 我晚上过来接孩子 我先走了 你就是小胖姑娘吧 我是您是 你不一定认识我 可是呢 我知道你 因为我们家袁一啊 天天跟我说 小胖姐姐啊 如何如何的好 您是袁一外婆吧 对 孟奶奶您好 我总听左飞提起您 是吗 今天 我和袁一啊 包了点粽子 她呀 非要让我给你送过些 袁一这么厉害了 谢谢您啊 尤其是袁一 你真的想给袁一当妈妈吗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这么问有点唐突 嗯 我先说声对不起 但是我又不能不说 我希望她的爸爸 能够找一个 更合适她的女人 能够帮她负担起 教育培养袁一的担子 孟奶奶 我理解您的心情 但是您多虑了 我只是跟袁一很投缘 跟左飞是好朋友 有的时候出现事情了 会互相帮衬 但是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 那种关系 还有就是 我有男朋友了 对不起啊 那我走了 那您慢走 那您慢走 妈 回来了 忙了一天 回来晚了 妈 妈 让您费心了 袁一呢 睡了 今天你就别接她了 让她踏踏实实地睡吧 妈 袁一今天没折腾您吧 没有 一下午啊 跟着我包粽子 这不还给你留着呢 睡之前呢 一再地嘱咐我 一定要让你吃了粽子再走 好 这孩子长大了 越来越懂事了 今天下午 我们给林小姐也送去了一份 您带孩子这么忙 还给她送粽子 肯定是袁一出的做主意 好 时间不早了 您也早点回去歇着吧 对了 我还忘了告诉你呢 今天呀林小姐 还让我看了她和她男朋友的照片 还是挺般配的 好 妈 那我先回去了 对了 你怎么不接电话啊 左飞的 左飞电话怎么不接啊 吵架了 感觉跟她走得太近 不太好 这前不还好好的 以前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了 世事难料啊 是啊 放萝卜的袜子别出现在咱们家了吗 小霸 你把身体子往那边转点 这样吗 嗯 然后把嘴闭上 你把你放了 嗯 好 咱们 你把你带着 来 给我 小胖 你刚动完手术应该过床休息 干吗自己出去买菜呀 你为什么不请阿姨来照顾你呢 有本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他喜不喜欢病理健康还重要吗 自己太太生病了 应该需要人照顾不知道吗 没事 我自己做得来 我先扶你 回去啊 我先扶你 可以吗 谢谢你啊 小胖 你别总歇我了 生病了三分之七分痒 你这动手术了总归是伤了元气 要好好信仰才行啊 没事 我自己会注意的 你看看你的脸色 你是没事的样子吗 我知道我老了 没有你们年轻人恢复得那么快 但是我总会好起来的 但是我总会好起来的 你总算承认自己老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悲啊 当年我离开你 没什么事儿的事儿 我就先走了 怎么了 我的项链呢 什么项链啊 我平时一直戴着的那条 怎么没有 是不是掉楼下了 别动了 我去找吧 我现在就来不过 我去找你 我去找你 我去帮你 你自己去骗子 好 来吧 我 我先 prote Zither Harp 太谢谢你了 差点就丢了 我来吧 小潘 正好中午了 你就留在我这里吃饭吧 我给你煮 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排骨年糕 不用麻烦了 一会儿凑合着 我给你煮碗面 顺便帮你收拾一下 好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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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多少次希望你能像刚才那样牵牵我的手 我有多少次希望你能抱抱我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当然了 你也不会在乎我想什么 好几次我半夜想起你的时候会哭醒 但是我必须对捂着被子 因为我怕我爸听见 我怕他伤心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了 帮我拿块生姜好吗 我怕我拿块生姜好吗 我怕它伤心 因为我怕那样 那我怕是你会不会 我怕我怕哪怕 你会不会很正常 我怕我们会不会太多 你会不会太多 你会不会很正常 我怕我怕他 我怕我怕你说 非要以保姆的方式啊 那怎么办呀 他跟尤板结婚的时候 说自己未婚 总不能突然冒出个女儿来了 那他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看来啊 这人真是不能撒谎 要不然就会被真相分分钟打裂 说叶宇那个王八蛋怎么就不怕呢 不怕遭保隐 可能是时间还没到吧 肯定是 反正我爸从小就告诉我 反正我爸从小就告诉我 要老老实实做人 本本分分做事 对于我来讲 什么身份无所谓 能帮的还要重点 我啊什么都不说了 我哪次拦住过你啊 更何况这次是你亲嘛 就你懂我 走 走 走喽 肉侠 走 走 家里лов 借刁 你又买菜又给我做饭呢 是不是太麻烦你了 我不来你吃什么呀 我可以叫外卖啊 很方便的 尤板太太 我决定了 在你康复之前 我来您家帮你做事 这不太好事吧 尤板她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告诉她我的身份的 你就跟她说 我是你请的终点工 同乡帮忙而已 如果她担心花费高 你就跟她说 一个她能接受的价钱 多少钱告诉我一声就行了 别穿帮了 不是 这个 我知道你平时工作也挺忙的 你要来照顾我 我怕耽误你的事 而且 我现在身体正在恢复 这些我自己都可以做的 你来我 我觉得特别过意不去 你不用过意不去 谁让你生了我呢 没错我是挺恨你的 没错我是挺恨你的 但是你这样我不能不管你啊 你也不用误会 我来照顾你 并不代表咱们的过去 就那么一笔勾销了 我只是不想让自己跟你一样 那么无情无义 行 撤股的话咱就别说了 再说我就不来了 快吃药吧 这点擦仔细一点啊 咱们今天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要抓紧啊 提起速度来的 嗯 这擦了吗 这块 仔细一点 不要跟我提什么保险证券不动产 这些呢早就要的 我现在呢从事的是私募基金 接触的客户 最低也是上益身材 那就是上流社会的精英了 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呢其实光做基金也挺无聊的 我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 比较浅诚的上市公司 把它们买下来再整合一下 我想打造一个更大体量的商业实体 其实我没什么影响 不过就是想要做就做最好的 做旧吧 哦 那是不是很难啊 对一般人来说当然是 不过对我来说没所谓了 不过就是跟朋友打打球聊聊天 把各自的信息资源沟通一下就OK了 做生意呢平等可不是傻利器 这里边的名堂 我以后慢慢会你说 才不要听呢 那么无聊 对 这个打打杀杀的世界呢 应该交给我们男人来做 好吧我交给你 这让人家多害羞 这家伙我们男人干吗呢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喂 都督你在哪儿呢 我发现夜雨了 我现在就把位置发给你啊 你赶紧过来 对 别着急 你一切听我微信指令 好 拜拜 你就是上帝赐给我最后一份礼 叶总 讲得太好了 咱们真是好久不见了 你说这么巧在这儿能遇到 你好 你好 我是叶总的朋友 你好 叶总是我的贵人 我的公司就是叶总投资的 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是吧 叶总 应该的 你好 请问贵姓啊 免贵姓杜 我姓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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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们叶总在商场上 那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在情场上可是一个纯洁的小白 我 我从来没见过她对一个女孩子 这么殷勤 这么耐死过 真的替您感到高兴啊 我也替我们叶总感到高兴啊 能遇到你这么一位又漂亮 又有气质的女神 她说的是真的吗 是 方总从来不是撒谎 那当然嘛 对 叶总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项目 但是还差个八十到一百 我想搭个顺风车啊 我就想求那个沈嘟嘟帮我 沈嘟嘟你还记得吧 沈嘟嘟啊 认识啊 当然记得 我就说你也忘不了嘛 你 我让她帮我 你看她说什么 她让我把欠她那二十万 先给她还上 你看 我手头真的没有这么多 所以想请叶总 帮帮我 对 我 我把这个项目的项目书 给你看一下 真的不错的 项目计划书我又不看了 咱们哥们儿的关系 沈嘟嘟的钱 我马上打给她 太靠谱了 叶总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宇哥 你看你对朋友这么慷慨 太到位了 真的太到位了 应该的应该的 叶总 真的特别感谢 你们先聊 我还有点事情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谢谢 谢谢 好 对了 我手头呢现在有些积蓄 差不多小一百万吧 你看看能不能帮我做个投资啊 我怎么能拿你的钱来 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了 还分你我嘛 我 我让你骗人 我让你骗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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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骗嘟嘟嘟嘟嘟 怎么办 我跟你讲啊 这个人就是个人渣啊 真爱生命远离业绩 你有多远走多远 赶紧走 走啊 带他上车 上车 嘟嘟 没事的 你放心 走 警察同志你们抓错人了 刚才被打的那个才是坏人呢 打架就是不对 更不能携带凶器 这是把假的 塑料的 他们俩我们都得带回去 都调查清楚了再做决定 老公 老公 您好 方路普的行为属于循军斗殴 已经严重违反了治安短理处罚法 必须承担限量的责任 你 你说慢点 你告诉我这件事到底严重不严重啊 严重不严重 你就庆幸没有伤到人吧 不过他必须得接受五日以上 十以下的拘留 什么 要蹲搬房 那这孩子出来还怎么做人呢 巡查长 其实 这个 这个性质不一样的 这孩子他们不是在打架 在惩罚坏人吧 对 惩罚坏人间有为 他不应该蹲搬房 他真的不应该的 你快来 说你应该去帮了他吧 他真的不是坏人 坏人是那个报案的业语 他骗了我二十万 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不能报案 网络不曾想出这样的办法 所以他真的只是好心啊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说的情况属实 那他确实值得同情 不过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先报案啊 也不能公共场合 以包之包大大出手办 现在都是法治社会 这样吧 如果你们得到什么有利的证据 可以向对你们造成伤害的人 提起诉讼 警察 这个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我会有悬吧 罗伯这孩子还是挺乐观的嘛 他说就当我进去度三天小长假 一直心态 都 都好 行行行 林桑给你打住好不好 你这些话千万不要跟我家罗伯说 他就是个傻孩子 真是操心死了 你说说这孩子一进去 罗伯这么多的事 谁来接担呢 那就让盼盼辛苦点呗 也只能靠盼盼了 盼盼呢 怎么这两天没见他呀 是啊 盼盼呢 说草草草草的就来电话 你真说来电话干什么 历长 汪叔 这几点好吗 我挺好 小盼呢 你到底是想我还是想盼盼呢 都想 都想 什么事 你那儿 有没有什么异常 要说异常嘛 你最异常 别磨叽好吗 跟更年期似的 那我就直说了啊 你那个老婆 谁 你那个前老婆杨子 停 停 我我我 接个电话 你稍等 稍等啊 喂 你刚才说那女人怎么了 前两天到我这儿来 跟我说她要回上海 她 她来上海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火星又跟我也有无关 她走的时候呢 还跟我要了小盼的地址 她要来见盼盼 我就来跟你说一声 自己心里有个底 好 你自己看量办吧 真的好可惜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块琢补 放心吧 我先给她涂上牙膏 好 再待一会儿配上洗衣液 你洗就好了 小盼 有板不在的这段日子 真是多亏你了 我现在身体好多了 真希望 能一直怎么下去 我这会儿在忙呢 有事回头打给你啊 你在哪儿啊 爸 爸 你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 谁在这边 没 没 没事 没事 你让我看谁在那边 你让我看谁在那边 你干什么呀 爸 你 你 你干什么 我 我 我就想看看你 不行 滚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咱们俩好不容易清静几天 他又追到上海来干吗 我 我提醒你啊 那个 这个王洪阳 他就是一扫子星 谁沾着他谁倒霉 你最好离他远的 爸 我怎么跟你说的 这我的事你少管对不对 这你的事我是我是不管 我答应过你啊 可是跟王洪阳有关系的事情 我就必须得管 妈 我知道她是你妈 她生了你 可是她管过你吗 她经过母亲的责任吗 是我千辛万万苦地把你养大 我带着你跟她决裂 现在 你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声 你就又回到她身边 那你考虑说我 我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我没回到她身边 她生病了 我就身边没人照顾 我帮她几天 她现在需要照顾了 她要知道养儿防老的道理 她当初就不会那么对待你这个儿 她真挺可怜的 我看不着她就罢了 我这看着了我也不能眼睁声不管呢 她就是路人吧 这摔倒了我也得扶一把 你教我的 这你看到路人你当然你要 要要可可她 她她她不是人 她干的那些事是人事吗 你从小到大啊 她也就是给你卫官的 她也就是给你卫官的 我那是没有我 我要是有也是我卫 他们我最后一次再提醒你 你不要忘了 当初她是怎么对待你的 那可不是小别离 你别忘了当初你哭得有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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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忘了 我现在想听你那个哭声 我还浑身打哆嗦 随意 好了 给我了 你看 我给她 你看你 你就是冲动 我还忘记 给我 你看你每次都是冲动 没想法 不要紧 搞她 像个大男孩一样 你警告谁啊你 我告诉你啊 我们的事你别管 什么 你们的事 这 你看我和你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关系你别管好吗 我不管 那小范和杨子 你管得了 那谁管 我管 你管得了 我 你管得了小范啊 我 我管杨子 什么林桑 原来说来说去你是要管杨子啊 你你别跟我讨论好吗 我是要 我要管教杨子 你管教杨子你管得了吗 如果你管得了 你们俩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不是 林桑啊林桑 你好好想想 杨子跟小范是亲身母女 他们俩都愿意的话 这件事你还真不能干涉 那那我起码我要问清楚吧 他为什么也偷偷摸摸跟随着我们 尾随着我们啊 来上台 是何目的 何居心 是不是叵测 我我得搞清楚 你真是叶战旭看多了 你看你 不管之前杨子有一百个不是 但有一点我知道 你们父女俩有困难的时候 人家瞒着丈夫帮助过你们 是不是 反正我不能让我女儿去 伺候那个日本人 坐吧 我为什么要听你 那你随便吧 不 你今天来得正好 这么多年 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 但是你一直没有机会说 当年的事情都怪我 对不起 你的道歉一百年都不值 你急火火的 你潘高枝的时候 你没觉得对不起我们 你把小潘扔到大鱼里的时候 你没觉得对不起我们 现在你想让女儿伺候你了 你又伪随着我们到上海来 干什么 你告诉我 你来上海你究竟什么目的 油版调到上海来工作了 我自然就跟着他 别跟我提他 完全是借口 爸 这事是真的 你干吗 你们俩实际大和解了 我里外不是人 你别吻了 当初要不是我 辞了纸 扔下上海的一切 我跑到日本去照顾你 你冻死饿死 你还说不定呢 你什么叫冻死饿死说不定啊 小潘是我的女儿 我不可能让她冻死饿死 我 你把这好端端的家都给毁了 你还会要女儿吗 原来我以为你是鬼迷心窍 现在我明白了 实际上 你一切都是为自己设计好的 为你自己 包括这次 你故意的好端端 你没事在小潘面前你睡觉为什么 都是你设计的 我设计什么呀 我那天正好出院啊 我出院我摔一觉怎么了 谁信 怎么就设计了 我跟你说 如果小潘在这里 让你这么不舒服的话 那我答应你 我明天开始就可以 让小潘不要再来了 当然不来 你不要在我这里 哇啦哇啦说话好吗 你就是想找人伺候你 又舍不得花钱 于是你让女儿给你免费打工 对不对 女儿照顾妈妈是天经地义的 不是吗 小潘是在照顾我 那你得看你是什么样的妈 你想请人对不对 你花钱请啊 我花钱了 你不是过态的吗 我我我我 你掏钱啊 我掏钱了 我给小潘工资了 你现在那日本 我只是给不了日本的那个工资 那个价格 我给你 你看看看看 说实话了吧 是吧 现在那日本小开混得不成了 你要来开女儿的游戏 没错吧 这话你说的一点也不过分 不要大声跟我说话 你想请人去家政啊 大把的人让你请 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 拦截中介你不要去 那老板娘是我现在的未婚妻 好 未婚妻 你找到自己的幸福 我还要恭喜你呢 对 你找到幸福 我还没恭喜你呢 我恭喜你们 你们 你们现在都 都各自找到自己的爱了啊 你们有想过我内心有多痛苦吗 吵吵吵吵吵 从小就吵 现在还吵 现在还吵到上海来了 行 你们继续啊 继续 老板 什么事儿 有没有泡菜啊 有 有 我给你点点啊 这个 这个 自个儿腌的就是那么一点 我们自己吃的 来 吃 搅担着 好 好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就是这个味道 来 多吃点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再吃点吧 吃好了 好了 那各自了 好好好 以后常来啊 对 常来 好 再见 哎 怎么样 又电话了吗